如果他的父亲再晚来一步 顶级割后毛阿敏也就不复存在了 1989年 毛阿敏在黑龙江沿处五天赚了6万 却不愿意缴2万5的税 随后税务机关找上门核查他过往收入 意外发现 他偷税漏税总额达20多万 毛阿敏本人也因此接受调查 那时的1万块 在2018年也要近170万 万元或可以自己盖一栋洋楼 20万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一时间毛阿敏偷税漏税的话题 占据各大报纸封面 事业停摆得他寄希望于当时的男友张勇 但没想到对方将他所有资产编卖 然后拿着几十万套到国外 毛阿敏偷税漏税成为大家口诛笔伐的对象 顶级割后被骗子抛弃 成为了圈内和百姓谈论的笑话 顶不住舆论的他 在家中享用一整瓶安眠药自尽 你准备有多少片药当时 整一瓶 一瓶是多少片 我想至少有一百吧 好在父亲经过门前救了他一命 事后他对这次风波的回答是 我是跟别人学的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 我是跟别人学的 别人也是这样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对钱的概念 一直就是非常模糊的 演艺生涯受重创后的毛阿敏 直到赵宝行找到唱可望后 迎来事业第二春 但好景不长 重新爬回大众事业的歌后 又在事业问题上栽跟头 1996年 毛阿敏再度被抱偷税漏税一百多万 对于二次犯错他回答 我不知道 让别人钻了空子 所有的主观他们都知道 在事业的问题上 我是最严格的 但是还是让别人钻了空子 这次的眼神中多了几分犀利 认为自己很无辜 两次风波后 毛阿敏无法忍大众的漫马 辗转伦敦中国香港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去避风头 四年后再度回家